你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找我秘书呢 这人怎么找不到了 秘书都丢了 我说这苏绣坊这么小的地方 这俩人还能走丢了 是不是该给你配个导航啊 你是在挖苦我吗 我在说实话 你是这儿的绣娘 你就是来收购绣坊的这个 大奸商对吧 谁和你说的 不然呢 开玩笑的了 我在这儿也待了很久 特别了解这儿 而且这里的每一件东西 都非常好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只是这酒香呀 也怕巷子深 而且这里的绣娘 也要养家糊口 给自己的儿子 夹个鸡腿吧 是 既然你对这儿这么了解啊 那就带我 参观一下 为了绣娘的儿子 有鸡腿吃 行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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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还打人呢 你笑什么笑 带路啊 请 早啊 早 你是来找我师父吗 他不在 我是过来找你的 找我 干吗 我等一下呢 要去我们苏州的店铺巡店 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我 为什么 想要达成合作是需要我们双方 共同努力完整的 不能只要你们了解我们宁愿 我们更需要了解一下你们的实力 我们的实力 唐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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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咱们这一季最新的服装拿出来一下 嗯 好的 坐吧 哎 我说你巡店就巡店 让他带上我呀 我过来考验你一下 考验我 你拿这些出来不会是想送给我 收买我吧 你还挺会想的 我是想让你以你们绣坊的新商水平啊 帮我看一下 我们最新一季送的好像怎么样 怎么有什么问题 我 我 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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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们的送堂还不错吧 你觉得问题是在工艺上 还是在设计上 如果我说出来的话 有没有来面 什么 毛巫肺 想要毛巫肺 我问你关于送堂的事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我跟你说 你要耐心一点 马上就到了 好好欣赏一下 多么美啊 我很忙啊 那你现在可以走啊 可以下船 阿姨 阿姨 莲莲 今次阿姨毛巾上帽子啊 可以看一下您这个吗 靠着呢 靠着 摸一下 什么感受 摸一下 手汗 除了手汗呢 是有的 那你觉得这和送堂摸起来 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们之间差的就是温度 这绣品啊 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 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 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 想要了解送堂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 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 所以明白我说的温度了吗 阿姨 谢谢你 绣得真好看 谢谢 走 走 怎么 是不是看我陪了你一整天 想买个玩偶送给我呀 这小狐狸挺开的 我说你拿个小王子 该不会是有什么王子病吧 我说买过来送你的 就你这样啊 除了玩偶以为 也遇不到什么王子 老板 多少钱啊 五十块 现金还是 微信吧 好嘞 谢谢啊 走了 谢谢阿姨 再问啊 拜拜 拜拜 摸一下 轩哥 你呢 怎么回事啊 你呢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这个找你去找你 找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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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骑个人 是吧 我去找你找你找我 你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 轩哥我跟你说 这招非常厉害 这叫欲擒故纵 是一高手啊 欲擒故纵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怎么 这不用看出来啊 这是现在很多女孩的一种套路 轩哥 您就是经验不足 我跟你说 等您以后遇到的多了 您自然就 不是 我 我的意思就是 那个女孩她应该挺喜欢您的 喜欢我 她尽心尽力地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 所以她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绣坊可以发展得更好 这绣品啊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如果你想打动了师傅 想要了解松唐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真心去感受 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 给自己的儿子夹个鸡腿吧 来 方方姐 来天下慈善会 如果有邀请韩的话 那应该是 没有邀请韩 你有吗 撕一半给你 那还能用吗 开玩笑的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谢谢 好吧 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别人啊 方总监 方总监 邀请韩 我是跟方总监一起来的 刚才打电话的 这不行 你是 没有邀请韩不能进 方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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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放开我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你 没事 小姐 你没关系吗 没事 我居然拿到了亚历山啊 天明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也是指名设计师 你怎么不想给我要签了呢 你 你等我一下 我这么想 找找啊 开玩笑的这么认真 方总监 你对我的大恩大德 如滔滔江水一般 我真是无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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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真想谢我呀 请我喝咖啡去 现在有点晚了 我改天请你吃大餐 也行 我车就在前边 我送你回去 没关系 我坐地铁很方便的 那我走了 你注意安全 拜拜 谢谢你哦 拜拜 拜拜 有事吗 方总监 您说带我参加慈善晚宴的 我一直在找你 答应过你吗 不是 你上次亲口说的 你看 我为了参加晚宴 还专门定制了这套衣服 这套衣服不是 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忘了吧 这件礼服多少钱 卖给我吧 我不是来问你要钱的 那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我看见你带莫菲进去了 然后呢 你为什么要带她 你明明是先答应我的 还是 她在你面前说我坏话了 对不对 或者是 她跟你许了什么好处 不好意思 白小姐 咱们俩熟嘛 凭什么来质问我呀 不是 方总监 我还没说完 你能听我说完吗 方总监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偏想她 她到底哪里比我好 好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你这几天没见 礼貌方面见不得不少啊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来 拿着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我自己可以拿 别人在帮你的时候啊 你只要说谢谢 这样就够了 可我明明可以自己拿 我不需要你拿 我干吗要跟你说谢谢呀 我也没指望你谢呀 这 我说 谢谢啊 你知道我师傅 是送新的企划案吗 是啊 他怎么说 他说 他需要再考虑一下 哦 那就好 前些天啊 你跟我说的那番话 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现在也要很真诚的 谢谢你 不客气 走吧 不客气